大家好 最近网上传了一则消息 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下 看看这则消息的真实度有多少 最近网上传说彭立元将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 那么在这期节目我跟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下 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 前几天5月16号就是516 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55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有一则消息爆出来 在北京有一个专家团体 他们高调的研讨了李静同志在党史中的地位 李静就是江青 那么从这个研讨会就能看出来 党内想给江青平反 那重新定位那就是平反了 以前定位是反革命 那么把它重新一定 那就不是反革命了 所以516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头分析 这是文革要来的一个信号 但是呢我们大家呢还少动了一点脑子 没有去往彭丽媛这个身上去想 都是想到呀 江青啊要借这个516的这个活动呢 给他来一个重新的定位 只想着文革这当时了 忘了文革的棋手 可是有江青呀 江青当时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实际的大胆 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夫人 这个身份地位都特殊 那么江青在文革中是非常非常活跃的 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推动 甚至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都与江青呢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江青呢也非常自豪 在这个80年代审判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毛主席让我咬谁 我就咬谁 对不对 他就是标榜呀 他是毛主席的一个忠实的战友 那么习近平上台这么七八年以来啊 大家也都看透了习近平这个性格 别看他能肩跳二百斤 十里山路不换肩 但是习近平这个人呢 实际是小肚鸡肠 对圈外的人呢是不信任的 你看他用的这帮人 基本上都是他的班底 或者是他河北时候的搭档 或者是在福建时候的同事 或者是他在浙江组镇时候的夏季 或者呢是他的陕西老乡 就是这么几个圈圈子里头 那么这些人哪怕水平低都没有问题 只要是自己人 他就是秉承了以前那句话 您要奴才呀不要人才 那就是忠诚是第一位的 所以他上来以后 就是强调这个一尊意识 看齐意识 那么这些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唯我独尊 我不需要你水平高 你只要认我是一尊 听我的话 那么我就会重用你 你就会有官党 这个从他主政这么八九年来 大家应该深有体会 你像这个北京市的蔡奇 还有那个陈明尔之类的 他们都是泛泛之辈 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就是会溜须拍马 就是会坑害百姓 你像蔡奇在北京搞的那个 亮出天际线 去除低端人口 包括现在北京搞的这些强差 对不对 那么这些人工作方法 都是野蛮粗暴 就是只为了讨好上面 根本不顾底下百姓的死活 就是这种人 都是用了他自己的狗腿子 甚至上期节目里头 我还说了 你看他这一届常委 包括我们在新闻上 看的这些官员 都是一句句的行尸走肉 就缺少了那种灵气 那么在他这种多疑的性格下 我想呢 他让彭丽媛付出的肯定性 也是比较大的 据说呀 在习近平升迁的这个路上呀 彭丽媛呢 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据说呢 彭丽媛在江泽民面前呢 替习近平讲过话 大家也知道 江泽民就好这一口了 就喜欢这些演艺界的名媛 那么按照习近平那个脑袋呢 他思想里头呢 都是那种很顽固的东西 我相信他依然是坚信 大护青兄弟 乡臣父子兵 对不对 可惜呢 他现在没有儿子 前一段时间呢 网上还流传了这个 驸马爷的照片 就是说习明泽的那个男朋友的照片 那个呢 我倒吃不准 但是我看那个小伙的照片呢 人看的也很一般 可能资历也不够吧 现在我以他重任呢 也难服众人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 他假如说 想搞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想启动社会主义建设2.0吧 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自己很得力的人来推动这个东西 那么我觉得彭丽媛呢 在这个时候是不二的人选 而且搞这些东西呢 也需要文艺阵线的人呢 冲锋在前 彭丽媛呢 也符合这个角色 本来人家就是党的宣传机构的人嘛 又是部队系列出来的干部 这个没有啥说的 按照彭丽媛那个资历 担任这个中央军委的办公厅主任 我觉得别人挑不出个什么 彭丽媛是1962年出生的 今年59岁 年龄呢 也还可以 那么按他16岁参军 那么人家这个军灵也够了 彭丽媛现在的军衔也应该能达到将军吧 我想 因为宋主义当年都能达到将军 那么彭丽媛我觉得达到一个将军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刚才忘了查他具体是什么军衔 这个我们就不细究了啊 那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女将军 接任这个岗位呢也不算是高深 所以是顺查 那么我们再看看 当年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 他手上也是抓了两个法宝呀 一个呢就是文艺战线 这个呢就是将军在抓着 另外一个呢就是部队 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还记得吗 当时就是派这个解放军的人呀 到工厂里头 到这个机关里头去接管工作 好像是叫做军宣队吧 就是他也是代表了一种最高指示 应该是毛泽东的最铁的一个势力 因为军队的首长当时是林彪 文艺战线呢是江青 他这两个一结合起来呢 就是形成了毛泽东的左膀右臂 所以他才能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的 呼风唤雨 那么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习近平 首先这个部队里头呢 好像缺少一个像林彪这样的事的人物 就是非常的忠于他 又非常能干的人物 好像还没有 前面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培养出来的军中干部呢 现在都成了大老虎 都被拿下 你像郭伯雄 徐才厚这些 都被拿下了 新向去的这些人呢 好像也不太怎么出名 能力也不知道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谁最可靠的 自己的老婆最可靠的 那么论资历呢 我看比彭丽媛高的还没有多少的 所以彭丽媛现在呢 临危受命 把这个文艺战线的工作一抓 再把部队的工作再一监督 这就是夫人一肩挑嘛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然后这个习近平呢 把党内党外的工作一抓 这样的话 夫妻两个配合呀 把这个中国的事情就办了 把这个全中国的事情就办 大家想一想 这个组合还是挺好的哦 而且这种组合的这种工作方式 现在中国人也容易接受呀 现在只要是搞得差不多的企业 一般都以夫妻店的居多嘛 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就是挺好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觉得一旦彭丽媛横空出世呢 还有很多人会唱赞歌的 很支持这个东西 本来啊 说句实在话 彭丽媛啊 就是在军中的几个明星里头啊 算是口碑不错的 比那个宋主营呀 汤灿直流 那个口碑要好得太多 况且习近平上台这么八九年呢 彭丽媛呢 也没有过于张狂 也就是陪着习近平啊 到国外去访问访问 在国内呢 也没有太主持工作 那么前面这段时间 是不是一种铺垫呢 对不对 或者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 现在必须要彭丽媛出来呢 这个实际都很有傻想力的 但是这个传言 再加上五一六的那次对江青的研讨会 我觉得这个是个大概率事件 百分之八九十 彭丽媛会付出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样聊一聊呢 大家的思想里有这么个意识 就是哪一天突然在CCTV或者人民日报说 彭丽媛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时候呢 大家也不要吃惊 另外这个组合呢 不是说习近平他独创的 就是邓小平当时任军委主席的时候 大权那么独揽的时候 他把他的太太佐林呢 也是安排成了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 他没有叫主任 我想这两个意思差不多吧 就是呀到部队的村去盯着一点 这些部队的人呀 不要给我搞事情 那么邓小平都能这样去安排他的夫人 那么现在定于一尊的习近平 难道说不可以吗 就是从中国的这几任领导人比下来 现在国际上面公认的是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 那么他安排这样一个事情 有什么不对呢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来回味一下 江青以前给自己写的那首诗啊 江中有清风 所在云雾中 平时不露面 偶尔露真荣呀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